龙年春晚越来越近 春晚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彩排中 最近央视春晚的第二次彩排路透又来了 只见杨幂一身黑衣黑帽 低调现身央视大楼 这是杨幂第二次参加春晚 早在2021年时 杨幂一席红衣大波浪 轻松斩获当时的热搜 今年不知道杨幂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是不是还能凭借春晚战袍 耍评热搜呢 除此之外 魏大勋也出现在了央视大楼 参加了龙年春晚的彩排 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演员和艺人 魏大勋的加入 无疑为春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看点 殖民歌手蔡国庆也参加了第二次彩排活动 这已经是他这个月第二天参加的春晚彩排了 从90年代开始 他就开始在春晚上给观众送祝福 最为经典的 当数365个祝福了 不知道今年他将给我们带来多少祝福呢 真的很希望他能够出现在春晚的正式舞台上 就连大家万众期待的0713男团 也出现在了今年的彩排现场 王正亮已经是春晚的常客了 但是其他的兄弟却是第一次出现 不少人表示 如果今年0713出现在春晚 他们愿意将多年未看的春晚重新捡起来 没想到当蔡老师坐在了0713的中间 他们的命运齿轮就开始转动了 我跟远远跟0713的组合的哥哥们能够去冲击今年的春晚 我会用我的努力去推荐 不管我能上还是不能上 但是我愿意全力地去争取 原来0713才是今年春晚最大的赢家呀 春晚第二次彩排来了 自古以来春晚的语言类节目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但是爆出来的名单中除了假兵外 其他艺人大多都专攻影视题材 其中有沙翼 大索 刘天池 白哥 张若南 蒋诗蒙 马旭东等一一现身 这个阵容倒是挺豪华的 而且个个属于春晚常客 虽然演员阵容华丽 但是效果并不见得会有多好 毕竟这几年春晚喜剧元素越来越少 去年的几个小品中除了沈腾玛丽的坑以外 剩下的都是奇奇怪怪的搭配 效果也并没有专业喜剧演员展现出来的好 在网友看来虽然假兵是专业喜剧演员出身 但是这些年能力一年不如一年 甚至很多的作品都出现了尬眼的情况 包饺子的梗也在反复上演 但是有新鲜感 有看点的专业喜剧演员 却不如流量明星对导演有吸引力 也难怪春晚的小品越来越让人失望 真心希望今年的春晚能够推陈出新 少些说教 多些欢乐 春晚小品它的最大的主题是快乐 乐是我们最大的主题 先不要寻找别的 春晚主持李思思 现身吉林 李思思为何突然离开央视 这中间到底有什么隐情 2023年10月 春晚上陪伴了大家9年的李思思 突然宣布了自己离职的消息 离职原因大家众说纷纭 要知道李思思是北大才女 14岁时就被张艺谋看中 大一时就参加了央视的主持人大赛 成为了史上第一位八旗女类主 大学毕业后她便进入了央视工作 仅仅用了5年时间 就登上了大家梦寐以求的春晚舞台 成为了央视春晚最年轻的女主持 她在春晚舞台上 整整陪伴了大家9年的时间 在董卿 周涛相继离开春晚舞台后 她便是春晚的顶梁柱 近几年也都是她和尼格买提 任鲁玉等人一起挑起了主持春晚的大梁 然而就在2023年10月 李思思宣布退出了工作多年的央视 这消息一出直接让网友炸开了锅 很多人都不理解 她好不容易熬成了央视一姐 却在最辉煌的时候放弃 而且比起萨贝宁康辉的50岁 李思思才37岁 是妥妥的80后 这么年轻就退下去 难免有点可惜 但是李思思离开早有预兆 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央视荧幕上 还是在22年的5月份 2019年主持人大赛后 央视涌入了很多新鲜血液 2021年就有网友发现 李思思在被漫漫边缘化 很少再有机会露面 虽然有时候还能看见她的出现 但已经被安排到次要位置 面对众多质疑 李思思也发文表示 只要不断进步 就能欣赏到不同的风景 虽然李思思已经退出央视 回归家庭 但是依旧担任着主持人 希望她在今后的事业中 越来越好